好,接着我们要讲DQN的进阶模型 如果大家还记得DQN的做法 其实它就是用一个neural network的形式 然后去估计Q值,Q function 也就是说我们input是一个state 然后我们会output出这个state 它所具有的我们估计出来的Q值 Q值其实隐含的意义就是 在这个state上之后 我们可以得到它的所有的total reward 所以呢,分数越高的话 就代表这个state是一个比较好的state 我们倾向呢,可以让我们的interaction 可以走到这样比较好的state上面 然后根据这样子的state和对应的action 我们可以决定应该要怎么在这个state上面 选择适合的action 然后因此得到比较大的reward 然后是经由一个iterative的方式去做估算的 那首先呢,第一个应接的版本呢 它叫做doubleDQN 那为什么会是doubleDQN它是在做什么呢 其实它的原因是起源于 原本如果你有一般的DQN来做 你的Q值其实常常会高估 在这边你可以看到一个图 它这边有四个不同的游戏 然后红色的部分其实就是dQN estimate出来的Q值 那纵轴呢,会是它的value 那你会发现 嗯,它其实跟红色的横线比起来 红色的横线其实dQN它的true value 它其实是不是上面估计出来 值都比true value高了非常的多 那然而我们先不管这个doubleDQN是怎么做的 那你可以看到doubleDQN是蓝色的线 doubleDQN estimate出来的值 会跟它的true value是比较接近的 那为什么会有over estimation这种状况出现呢 其实想法非常,原因非常的简单 你想想看我们的一般的naturedQN 它是怎么做的 naturedQN它的做法是不是就是 我们希望我们对于这个state做这个action 它estimate出来的Q值 要接近下一个时间点 在st加1的这个state上面 它所estimate出来的Q值 然后加上rt 也就是这个时间点的reward 那这边是用td的方式去做estimation的 所以这个值希望能够跟这个值接近 对,那大家应该还记得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关系嘛 因为这边呢就是在这个state上面可以选到最好的那一个action 而得到的那一个Q就会是我们希望能够做的这个动作嘛 因为这个policy其实就是透过我们的Q function来的 所以我们会选择这个可以得到最高Q值的这个action 所以后面的这个st加1它最后可以得到的这个Q值 就会是选了这个最好的这个action而得到的Q值 那我希望这个是下一个时间点嘛 它加上前一个时间点R得到在t时间点得到的reward 就会是在前一个时间st上面它的total reward estimation对吧 那我们希望这两个要彼此接近 所以一般的NatureDQ是不是就会把这一个减掉这一个 它们的square arrow当成我们的loss 然后希望能下降我们的loss 可是呢你知道吗在estimate的过程当中假设说你对于不同的action 假设说这边有四个不同的action 那原本的Q值可能是差不多 那假如说现在有一个overestimate的情况出现 比如说第一个action它的Q值被高估了 那这边也有一天被高估 这时候你实际上就会选择做的动作是哪一个呢 会选择这一个被高估的Q值的这个A来当成它的动作 于是乎你就会选这个A 那同理在其他的情况只要有某一个action被高估 你就会选这个A当作它的动作 然后得到这一个Q值 得到了这个Q值之后它再加RT 然后再去update前面这个Q value嘛 所以这样会造成什么效果 这样造成效果就是当其中一个Q它被overestimate的时候 然后你就会继续利用这个被高估的Q值去估计你去更新你新的QST 也就是只要一个有稍微一点点的被高估 接着你因为一直选到这个被高估的action 所以你就会一直的不断的在更新上面更新到就前一个时间的Q值也会越来越大 那这样子的方式会iterative的做嘛 所以每一个时间你都会选一个被高估的A 那被高估的A它又会导致下一个时间点之前你的Q值又被高估 然后你做了非常多iteration之后就发现你永远会选那个被高估的这个A去做 然后被高估的Q值被高估的这个A又会导致你之后的Q值被继续高估 所以呢接着你的Q值其实就会离真实的Q value其实会有一段距离 所以这边呢就说明了我们原本的这个loss function底下是写原本是不是长这样子 就是我们会希望我们这一个Q值会趋近于这一个嘛 所以它们之间的差值square arrow应该要越低越好 所以主要原因就是出在这边的这个Q hat 我们选出来的这个action是不是会这个Q hat估计出来比较大的这个action 我们就会把它选过来当成我们现在这边的target out去更新我们现在这个Q function 所以这边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倾向会去选择一个action 而这个action它其实是会导致我们的Q值被高估的这个action 所以呢因为我用这个Q值来选我的这个action 所以我这个action被高估了之后呢我之后就会一直不断的更新出比较高的Q值 那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doubleDQN呢它就是要remove这个高估的这个bias 那它的解决方法非常的简单 它的解决方法就是前面我们为什么会出现一直不断的高估这个问题 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选择action的这个A prompt是透过这个Q hat来 但这个Q hat跟原本这个Q其实是同样的Q嘛 所以呢我用Q来estimate一个action好不好 但是我又用这个estimation来去帮我们选A 这样就会造成執行的人跟提案的人其实同一个人 所以呢只要有一个人他有稍微有一个不好的想法 然后去做提案 然后他继续执行 然后他继续提案 然后他就会一路的偏掉 那现在他希望把选择action这件事情拆出来 变成是你看哦这边选action会是利用后面这个Q来选action 然后这个Q值它只需要focus在我要怎么去估算 现在这个action可以带来的Q值就好了 也就是说一个我们有两个Q 一个Q呢他主要的工作呢是帮助我们去estimate它的value 另外一个Q他负责根据我们estimate出来的结果来去选action 所以有点像是把提案跟执行的两个工作分开 原本是提案的人也是执行的人 所以呢他就会因为一个Q值被高估而选到那一个被高估的那一个A出来 但是现在如果选A的这一个Q跟真的去应用A的这一个Q 他们是不同的network 那这样子一来 其实我们就像是把提案跟执行分权一样 如果说一个Q他overestimate了某一个A他得到的value 但是只要没有人去选那个A来做 这样子一来他也不会真的得到比较高的Q值 那另外一方面如果有一个A他的他一直被选到 但是只要estimate这个A他对应的Q值的这个function 没有高估这个A得到的value 那这样子一来他也不会有问题 所以呢只要把这个Q拆解成两个network来各自做行动 这样他们就可以彼此稍微有点制衡效果 不会因为一个被overestimate 然后我们就会一直不断的选到这一个被overestimate的这个A 那这样子的implement其实非常的简单 因为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 在我们原本的NatureDQN里面 实际上的implement是不是我们会把 会还是会保有两个Q 因为我们为了要解决它unstable training的状况 所以我们会希望有一个target它是fixed的 然后我们只去更新其中一个Q 然后在下一个iteration 我们再把更新后的这个Qupdate到前面旧的这个Q上面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利用原本就有的这两个Q 这边这个Q 就是这原本就有的这两个Q 然后利用这两个Q变成一个让它去选action 另外一个它就是专门在estimate 这个action 每一个action它可以得到的Q值上面 所以 Current的Q network W 我们就拿它来选action 那旧的Q network W-就用来evaluate每个action 它的最后它的value 所以我们就一样不用上升任何的参数 因为在targetDQN里面 本来就有两个Q可以让我们做使用 那现在我们只把Current的Q network 当成是选action的这个network 然后用旧的来做evaluate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拆开这两个动作 达到不会高估的效果 那言下之意就是 如果Q overestimate A 那这样子它 A是不是就会被选到 但是Q hat还是有可能会给它 比较公平的一个value 所以Q hat只要没有overestimate A 那就没有关系 那另外一个方面 如果是Q hat overestimate A 所达到的value呢 那也没关系 只要Q没有overestimate A 所达到的value 那这时候它的action 就不会被选出来 所以呢 Q hat跟Q拆开来 它就不会变成是 只要有一个变高 然后我就一定会因为这个变高 而选到这个变高的这个A 然后达到 有点像是error propagation 然后就越来越 错误越来越大的感觉 那第二个方法叫做During DQN During DQN的概念 其实就是我们要把Q network 分成是两个资讯的家总 一个就是V 一个就是A 那V其实就是对于一个state 它的value 那A其实是根据state跟action 它所额外得达到的advantage 那因为我们的Q里面 本来就是一个state 然后做一个action 它可以得到的value嘛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拆开 拆解成跟state 纯粹只跟state相关 跟action无关 就是纯粹你这个state好不好 另外一个就是 在这个state上面 做这个action 它额外达到的advantage 可以把它拆解成这两项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部分就是action independent的value function 另外一个是action dependent的value function 所以value function就是 action independent的value function 就是它estimate这个state有多好 那advantage function它就是estimate 在这一个state上面 你做了某一些action 额外可以得到的benefit 那怎么implement呢 其实也非常简单 实际上我们就是准备两个output 原本这边是DQN它的原本的做法 是不是我们的state进来之后 我们就会经过我们的neural network 然后最后呢根据我们的action 然后去estimate我们的QSA 那现在我们只要把它改成是 我们最后的这个QSA 拆解成两块的组合 也就是第一个部分是 跟action independent的V 第二个部分是跟action dependent的A 所以这边的这个A实际上 它其实就是Q的值减掉这边V的值嘛 所以我们在估算的时候 其实就我们在training的时候 其实就是有跟state相关的 以及跟action无关 以及跟action有关的这两个部分 然后加总才达到这个Q值 才会是我们最后的Q值 那如果你来看一个例子 首先我们上面这一个table代表的是QSA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呢 有四个不同state 然后有三个action 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在不同action 它原本这边是它估计出来的Q值 OK 那V实际上它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 实际上它代表的意思就是 每一个state它都有它不同的 做不同的action会得到不同的value嘛 但是你可以知道有一些state 其实它就是比较好 比如说你看这四个row 而这四个column 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state在这四个里面 其实是一个蛮好的state 因为你看在这个state上面 你不管做哪一个action 它是不是都得到很不错的value 那像这个的话可能就是平均起来 是一个稍微比较差一点的 或者是这个就稍微比较差一点的一个state 所以你可以知道每一个state 在不管有没有action这件事情 只单独看state它也有好有坏 所以这个V它就有点像是 这个state它的一个prior 它这个state到底可能可以得到价值 大概是多少 这个state它的好坏 然后act a advantage function 它其实在评估 在这个state上面额外 你可以达到的这个a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边的这个v 就有一点像是原本的q值里面 每一个column它的平均值 就像是你在 只要在这个state上 你平均a至少可以得到四分 那在这个你已经有这个四分为基础的话 你做第一个action跟第三个action 可能就不会比平均值来的高 对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平均值 以及一个上为0的一个advantage function的概念 所以假如说我现在更新这边是4跟0 假设我们现在这边的这个action跟这个state 做了这个state得到 做了这个action在这个state上面得到的value 得到q值上升到4 然后这边上升到0 那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就是等于是这边 有上升到1 然后后面还是可以保有上为0的这个状态 所以你可以了解其实这个v 它就像是我只要进入这个state 所以我可以期望我之后可以拿到的这个value 那a其实就是focus在given这个state 然后我做不同的a可以得到额外的这个advantage 所以因为我的average的这个值已经被v给cover了 所以我就focus在不同的这个action上面的差异就行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说我的这个state它的总和改变 其实有的时候你只需要update这个v 你就可以达到update 有点像是update三个q值的效果 再说一次哦 就是原本刚刚那个例子 是不是我们把它拆解成这两个 那假设说现在我们在下一个turation要估计的时候 会发现 假如说现在这三个值都被低估了 我三个值都要上升1 那在原本的一般的dqn里面 是不是我对于这个q值的这三个数值都要去进行update 可是如果我把它拆解成v跟a 那这样子我的a可以不用动 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不变的 唯一有改变的就只有我平均可以得到的这个value 所以呢只要更新我这个v值 只要更新一个 我就可以等同于更新了这三个 因为它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其实是没有变动的 我只是去变动这个s 它prior可以得到这个value价值而已 所以呢我们拆解成v跟a 它可以得到的好处就是我们在更新update 我们的q值上面可能会变得比较有效率 也可能会更加准确 那这就是它实际上 infinite的方式就像刚刚我看到的 这边呢就是v这边就是a 那q就是a跟v加重来一起 那当然因为我们刚刚说到我们会希望这个a 它会是一个normalize等于它的上为0的一个状况 那这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我们没有限制这个a它上为0的话 它说不定在update的过程它只要让a跟q一样 然后v就是等于0 那不就跟一般的naturedqn是一样的吗 那这样子我们就没有办法达到我们刚刚想做的吧 把跟a无关的资讯放在这 跟a有关的资讯放在这的这个效果 所以呢我们才需要去control 希望a它的加重为0 然后借此让它把跟a无关的资讯放到v上面 所以我们会需要normalize这一个advantage function 然后接着normalize之后 然后我们再加到这个v上面得到我们最后的q 对那这边network的structure其实你可以自由的定义 那它的概念就只是我们把v跟a分别的来做model 那希望能够强迫把跟a无关的资讯放在v上面 所以假设说现在我们的a在一开始的时候它update 是不是变... 假设说它现在估出732 那我们是不是要强迫它把information放到v这边 所以我们会经过normalization 然后让它的sum为0 就变成3-1-2 然后这时候你的v就会得到了这一个值 这样它可以这边跟a架在一起得到我们最后的q 那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接着你可以看一下这个visualize的结果 那这边DuringDecone Estimate出来的value比较高的地方 它用红色的方式去让你看 所以你看看左边它其实就是会有一个比较红的一直在路的远端 就有点像是它希望能够找出跟local的这个action 其实无关的这个资讯 就是等于是你要focus在后面这个state 是不是比较... 才是一个value比较大的地方 那右边的就是没有用DuringDecone 它看起来这个focus就比较像是在local端 所以你有这个... 有点像是比较long term 跟现在这个小action无关的value的estimation 其实有助于你的...你的学习 那它就会学得比较好 那下面呢这是另外一个例子 不过这个例子呢 我看起来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看出来 那可以看到它红色的地方就是它的value比较大的嘛 那左边它就是会focus在稍微比较远一点的地方 相较于右边,就是稍微比较local 对,但我觉得它没有到那么明显 对,但它是有稍微远一点点 对,但是右边就是... 只有到你快要接到它才出现 所以就有点像是希望能够把... 呃,注意力放在比较global的 跟现在最local这个state的... 呃,最local这个action的... 不要放在localaction关机上面 接着下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trick 叫做prioritize replay 它的做法非常简单 首先呢,我们在做RL的时候 是不是都会有一个replay buffer 然后我们会把experience存进去 然后接着我们会从里面 sample出一个experience来进行update嘛 但是我们sample的experience 我们其实是做random sampling 那这个random sampling 眼下其实就是每一个experience 它存在replay buffer它被sample到的几率 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现在呢,我们会希望这个... 每一个experience它可能会有不同的weight 那prioritize replay就是这样的概念 但它的prioritize的方式呢 它是根据它surprise的程度 surprise程度也就是说... 它会计算这个值 这个值呢,是这个跟这个的差值 也就是说,它希望能够去计算书 你现在估计出来的 跟你现在下一个时间点 呃...旧的...旧的estimation 跟现在新的estimation 它的这个... error 如果你这个error越大的话 代表你估得越不准嘛 所以估得越不准的experience 是不是你更应该要长长的把它sample出来 让它当成... 让它...可以经过它来进行你的模型的update 所以你越不准确的东西 你应该要给它越高的priority去sample到它 所以它就去计算这个数值 它的绝对值当成... 就是它的error绝对值当成呢 它的prioritize的waiting 于是这边呢,这个就是一个experience 那我们的experience放进来之后 我们其实是不是会得到 这边的这个st时间点的q 以及st加1时间点的这个q 所以我们会根据它们之间的这个差值 来去决定我应该要怎么做这个sample 所以只要这边的这个差值如果越大的话 代表说我现在估得越不准 我估得越不准 那就是我更应该要给它比较高的wait去sample到它 所以呢,这两个它之间的差值 其实就是我用temporal difference它所得到的error 因为估得很准的话 它们之间是不是就会越接近 那估得不准的话 它们之间是不是就会差越多 所以差越多的话呢 就是我们就应该要给它比较高的几率sample了 所以如果你的data有比较大的td error 我们就要让它比较高的几率去被sample 那这样子我们训练才可以让它focus在这些error 越大越不准确的地方做训练 对,那这边参数modify的那个procedure也是可以一起被修改的 那下一个strategy叫做multi-step 其实想法也很简单 我们知道MC MC是不是要把整个experience全部都跑完 然后呢,可以真的从我们跑完的这些结果 然后去算一个平均值 然后当成我们的reward 然后得到我们的这个q的estimation 但是td的话它就只看它的一小段的experience 也就是st加1这一小段 然后用rt当成它们之间的x来做estimation 但是它们各自有各自的好处嘛 那multi-step的概念其实就是我们可不可以从这两个中找中间一个 可以balance这两个的坏处以及好处 因为mc它的缺点就是要整个全部都跑完 这有点不太实际,可能很慢 那td就是虽然它很快 但是呢,它的bias会比较大嘛 那我们如果可以把这个只有单一个transition 变成是n步,就是multi-step步 从st到st加n,中间所有的experience都保留下来 用这个比较长的experience进行update 可能就会减少我们bias的这个error 所以想法非常的简单就是这样子 我们根据t时间点估计出来的q 还有t加n加1这时间点估计出来的q 然后再加上中间所有出现的这些时间的reward加总在一起 是不是就会变成是这个的q 我们会希望这个q跟这边的这个值越接近越好 那想法就跟td也很相似 只是这边的temporal它的时间点就拉长了 那这就是唯一的差别 那下一个strategy叫做distributionalq function 那我们的q function 这边一样我们先把它写成q 然后有stay跟action 然后他所估计出来这个value的值嘛 所以它代表的意思就是 当我们在使用这个actor 就是这个policy拍的时候 我们这个stay做了这个action 之后可以accumulate出来的reward期望值 对吧 就是在这个stay上面做了这个action 应用这个actor 他所得到这个value的estimation 那因为这是一个expect嘛 所以呢我们原本的q值 是不是其实就是一个单一的值 可是你仔细想想 其实它有可能应该是一个 呃是一个不同的distribution 就是你有可能 我们去做的这个期望值 可能是这个distribution的一个平均 因为我们是做了非常多 它可能后面有很多条不同的pass 那我们只能从这些pass里面 做一些小小的sampling 然后去计算它的expectation 就是它的平均值 但是其实你可以想象 说不定这些pass 它其实有一些分数非常的高 有些非常的低 有些在中间 那我们计算出来这个expectation的这个数值 单一一个数值 它其实这个distribution的一个平均嘛 那如果我们可以model它model比较准确一点 就像是我们去model这个distribution 而非只有单一的一个数值 所以这是原本我们在估计Q的时候 只估计了它的平均值 但是现在我们会希望把这distribution 整个都当成我们Q要output的对象 所以说如果我们可以athmet整个distribution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通常大部分情况的确就会找一个 平均值最高的这个Q 然后可以达到最高平均的这个Q的A来做嘛 但是假设说你现在有两个distribution 这两个distribution它的平均值其实是差不多的 比如说平均值都是在零左右 那这两个distribution它所代表的意义其实不太一样 它所代表的意义就有点像是 在这一个在右边的这一个distribution上面 你要嘛就是大好或大坏 那在这边其实是其实不太会大好或大坏 它的它就真的大部分都是零 所以你要选的时候 有可能不同distribution就可以帮助你去选一些 你比较希望的action来做 比如说你如果想要走一个保守策略 其实你会选一个action它是平均而言不管做哪一个A 你达到的这个Q值它会是都差不多的 所以你可能会希望它的这个distribution的entropy不要那么的大 那你希望它比较平一点 那这样子是一个你比较保守估计也不会因为做了这个action 然后有一点点误差而得到很不一样的value的结果 那这是一个只要从distribution你才可以做出你的action选择的事情 那如果一般的QDQN它只有一个数值 你其实不知道这个数值它背后代表的意思 它的distribution是从什么样子而来的 它到底是一个比较平的还是它乱路非常大的状况 你其实是无从而得知的 你只能选择这个数值上面最高的 可以得到最高数值的这个A 但是你不知道这个最高数值达到A 它是不是其实是这种非常危险的状况 对 所以基本上概念其实就是如果我们可以估计到更复杂 它整个distribution 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在选action 在做policy的时候 然后可以有更符合我们需要的表现 因为不同的distribution可能都会得出同样的一个value出来 就是你现在有的Q值 所以它实际上在做estimation的概念 其实就像是这样子 一个network假如说它有三个不同的output action1,action2,action3 那我就原本的做法是不是就有三个数值 那现在它就三个action的所有distribution 就在不同的那个value下面的几率值 那概念其实就也只是多model到除了一个数值以外 变成是output一个distribution 所以每一个action呢 就假设把它分成五个beams 就是最高中、次高中间、次低、最低 这五个beams 然后呢各自去estimate它的这个 里面的那个value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用这个方式得到的做法会长什么样子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右边的这个distribution 其实就是它的return 那它有了整个distribution 所以它在estimate这个distribution的时候 如果它整个往右移 那它就是它整体而言估算的这个value是比较高的 那其实基本上通常我们如果一般的distribution 它是不会显现这个整个distribution出来的 它就只会出现一个数值 但现在如果我们有一个整个distribution出现 那这样子我们在选择我们的action来做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safe 我们就不会做就是如果太scuse的情况 我们选择action的时候就会可能会避免 然后这样子就非常厉害的完成了 感谢观看 最後我們要分享這邊PayPray叫做Rainbow 那他做的什麼事呢?他做的事情一點都不fancy 他就是把剛剛我們講到這些trick 你看到這邊有DQND、DDQN、Prioritize的版本、During的DQN的版本 那A3C是我們之後會講到的ActiveCreated Distributional、Noisy、DQN 還有這邊他提到這個Rainbow 因為前面就是各自用一個顏色來表示 那Rainbow其實就是把前面說到這些所有的Dip 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方式 然後所estimate出來的這個值然後疊加起來 然後去做出來的這個actor 然後去進行Reinforcement Learning得到的Performance 就是他的score 所以你當然把它疊加在一起分數就會變高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每一個他們之間的Performance都會有一點點差異 那這邊你大概可以看到就是最Basic版本的DQN 就是Wazer他的Performance裡面就是最低的 因為他就是什麼都沒有加 那其他的這些street加上去其實都會有一定程度的improvement 好那Rainbow就是達到一個加成的效果 然後達到最好 那這邊呢你可以看到他做了一些分析 就是他從Rainbow開始然後把一些東西拔掉 然後看看哪一些東西其實在這上面加 他所帶來的contribution是比較多的 那你可以看到掉最多的其實是 嗯藍色跟黃色算是掉蠻多的 那藍色跟黃色是Prioritize的 跟Multi-step還記得嗎? 如果你沒有Prioritize你Sample的那個Waiting 那你可能就在Learning的時候就不會Learn的那麼好 你看前面一開始大家都上去了 但是他就會上不去 因為他就是可能會一直Sample到 原本就已經Learn的很好的那一些Experience 那黃色的話沒有Multi-step他的那個Bias 可能就會差異就會有點大 所以呢你用TD這樣子來做Estimate 其實是沒有那麼準確的 那你可以看到其他的都還是都有一些Drop 那整體而言是說每一個street應該都還算蠻重要的 好最後conclusion 我們講了很多DQN他的一些Advanced strategy 那也有點像是在訓練上面的一些Tips 你可以簡單把它加上去 然後讓你的IL的Agent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 那方法都非常的簡單 包含了有Double DQN During Prioritized Replay Multi-step跟Distributional版本 那大家只要記得我們在做DQN的目標 其實就是用Deep Learning的模型去Estimate 我們Interaction這個過程 那Estimate的過程其實就是 Estimate每一個State 他做一個Action他之後可以得到這個Reward 所以如果可以得到越高Reward這個Action 我們就傾向於要做這個Action做這個動作 那在應用在NLP的情境 其實就把它想像成在Generate 一句話的時候 我每一個時間點我要Generate一個字 那到底哪一個字是應該比較好的選擇呢? 那我們其實在考慮的每一個Action就是Generate一個字 那最後我們其實整個Interaction結束 其實就是Generate完整句話 那這個整句話他得到的這個分數是多少 其實就等同於我們的Reward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選擇一個好的Action 達到最後越高的Reward 代表說我可以選擇在每一個時間點Generate出一個字 那這個字可以立得我現在最後可以達到整個句子 可以有比較高的分數 OK OK